是把那个之前的那一题 就是List 就是那个串列 可以建一个空的串列 分别输入 输入的话条件是当它 不等于负1的话进来 那它当等于负1就离开 并且怎么样 帮我把里面总共有几个学生 它的总分 还有它的平均帮我把它列出来 另外其实可以用format 这个format其实就是 症状考试里面一定会考到 你顺便可以把它熟悉 那这个部分的话 这应该有印象 就是我假设输入几个成绩 跑到那边去了 把它这边成绩输入 假设我随便输入几个 最后一个负1 也就是当它条件是负1的话 它就跳离 并且帮我把里面有几个人 跟它的分数 还有就是它的平均列出来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把这个版本的程式 改版到Dictionary的话 其实大概有几个地方 可能要注意 第一个 这个地方把它有什么呢 这个中刮户改成大刮户 那大刮户就是放两个资料 这两个资料是一个Key 一个Value 所以你就把Key 放在这边 所以一个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你要加资料的话 这边是中刮户 OK 等于后面的话是Value 是后面的资料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File 当它一样是负1的时候 那我们就是让它input 直到输入是负1 再来就是说它会输入两个东西 一个是输入乘7 那乘7的话因为是数字 所以我用那个EValue 把它转换丢过来 然后再输入姓名丢过来 然后最后怎么丢到Dictionary 就是用这个方法 所以关键的这一行 以后如果你要把资料 丢到Dictionary里面的话 在那个我们的List里面是Append 还记得吧 Append在这里 有没有 Score.Append 那把那个成绩放进来 OK 以后特别注意 这个很重要 关键的地方尤其重要 如果你忘记没关系 云端上面你要找不到 OK 就关键的点你要记得 然后在Dictionary里面就这一行 把它的成绩 丢到某一个人的名字里面 那写法请记得 就是这样写 他就把后面是Key 里面是Value OK 大瓜谷里面就会多一个 AAA双影号 冒号他的成绩 逗点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大家可以懂那个逻辑吧 然后最后的话 如果全部输入完了 那我可以再分别把Dictionary里面 因为我讲过 Dictionary里面 这个DIC1这个里面 他就是KeyValue分两栏 那我的做法是什么 我干脆把Key的部分 把它独立什么 把它读出来 怎么把它读出来 我可以用Dictionary点Key 小瓜糊 前面记得用List的转型 转到这个List的Key 意思是说我把它分开成两栏 因为Dictionary里面两栏 那两栏一起处理很麻烦 我的习惯就把它分两栏 一栏是Key的部分 一栏是Value部分 我把它分开来 所以以后 你会发现我们以前Jungle里面 也有写过类似的东西 我一样把它分开来 当然不只这种写法 有的人是 把它读出两个 Item也可以的 但是我的习惯 我觉得好像用List串列 因为串列已经用习惯 那些全部用类似串列的概念来写好了 另外的话Value就是这个 把它的Value Dictionary面Value 读到这个里面 记得要转型丢过来 那当然我前面有Print Print之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然后最后把他们分别把它读出来 然后这边有个-1 就是把最后一个拿掉 所以执行的话 刚刚有 比如它的成绩 名字 然后Enter的话 它就帮我把什么 把这个98分 有没有 放到这里 AAA放到这里 然后在Additional 1里面 本来没有 它就加一个AAA 然后它的成绩是这一个 给Enter一下 然后就进来一个成绩 那再来就97分 是BBB好了 Enter 意思内容我们就输入两个 再-1 -1Enter 它就怎么样 等于空 等于有没有 不等于才进来 所以特别主要你可能要看懂那个 那个File回圈后面这个东西 因为我发现同学对这个逻辑可能还是 有时候还是不太熟了 就是意思不等于-1才会进来 但是已经等于-1它就离开 OK 那当然还会再跑一次 这边输入这个 它这个地方还没有跑完 所以还会再叫你再输入另外 那个名字部分 Enter 不过这里其实应该可以再改变 有没有 等于多这个 其实你也可以想想看 有没有什么办法 不要让它输入那个 就是名字 干脆就直接跳开 -1直接跳开 那这个可能要改一下成绩 然后Enter 我就把这三个人的 应该是两个人 前两个人的资料带出 AABBB就带出成绩 那主要就是说呢 我后面有一个跑一个回圈 For I in Range 那我就是应该是这边加个0好了 这样比较清楚 0到总共几个 总共会有 因为我输入有三个人 最后那个不算 所以把它减1 把它Print出来 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地方也许把它修改 如果说我今天 希望把最后这个人 干脆假设不要输入 也可以成功的话 这边有没有办法改出 对应的程式 第一个 第二个话 如果说我今天 除了要列出他们的成绩之外 我还希望把 之前那个List里面 他除了那个 这个列出来之外 还要算三个问题 总共几个人 第二个 他们的总分多少 第三个 他们的平均多少 也就把前面List的东西 再把它补到下面好了 这个部分我想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这一段程式 如果你找不到的话 其实可以在云端上 我有把它放在第五单元 里面的那个串列 我刚才把它贴上去 就一模一样的东西 我是把它贴到往下找一下 应该是在 串列 你们往下找那个Dictionary部分 Dictionary在这边 有个Dictionary 那我刚刚这一段程式 在这里 在那个 Input里 输入那个姓名成绩 其实就是这边一模一样的 如果要参考可以从这边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好